是不是蠻難的 真的耶 你力氣好大 你小心手喔 因為他刀真的還蠻厲害的 那個一臂走 尷尬了 不要這樣 我很難過 加油 香蕉姐姐 他好難處理喔 我們第一個都先騙 先把魚頭卸掉 從他的旗這邊打開 把魚頭卸掉 打開喔 這樣 對 直接卸下去就可以了 哇 這刀都蠻厲害的耶 切斷 然後這個拿去煮湯是嗎 也是可以啦 砂鍋魚頭 就把它放著 我們這之後再備用 之後我們片魚 就是從尾巴這邊把它片出來 把骨頭片出來 剩肉就好 對 這次要來看看就是 心蕉平常有沒有在做菜呢 你平常有在做菜嗎 我平常是有在做菜 但是 我覺得好像只有媽媽 媽媽比較會殺魚 比較沿著骨頭 它的脊椎骨 這樣比較不會浪費多餘的肉 這樣可以嗎 沒關係 它是不是浪費多餘的肉 有一點點後 對 因為它沒有看到骨頭 正常要看到骨頭 對 那再多一遍好了 對 然後另外一遍也要騙 這邊也要騙出來 好 好 可以 我們正常都會用動的時候切 因為動的時候切 其實鞋水比較不會到處刺山 用的都是鞋水 可以嗎這樣 那這個 就正常來講它都會吃骨頭 我們就不要了 因為我們小心魚汁 好 那我們再切這個對不對 我們還要做一個動作 要確定一下這邊有沒有刺 因為有些被刺 都沒有刺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條 以及內臟要拿掉 還沒…稍等一下 這邊 內臟都去掉了 之後先把它切成一條一條一條 這樣嗎 魚也會怕刺喔 我以為只有人要不要刺耶 應該說也不是怕 是說 超好不良 你平常這樣子要殺很多魚嗎 我們每天的 鵝要不一定 大概都是八十公斤到九十公斤 哇 每天的話 好 我們除了小型魚的話 我們現在準備大型魚的 大型魚 好 也是把頭去掉 大型魚是只要去頭 先去頭 然後我們把它分斷 分斷 對 魚頭也是給大型魚吃的嗎 就是我們會根據氣候的變化 就是牠們吃的狀況 來去做調整 對頭大量吃 好 沒問題 我的天啊 我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處理魚 蛤 牠好難切的 是不是蠻難的 真的耶 你小心手 因為牠的刀真的還蠻利 那個一臂走 尷尬了 不要這樣 我很難哭 加油 香蕉姐姐 香蕉姐姐 我幫 牠好難處理喔 你再用點力看看 是牠 我們可以就前後稍微打一下 對 這樣子嗎 大型魚所以快一點 可以打一點的 可以大一點 對 對 我前後稍微拉一下不用看 好 對 我覺得有點可怕 剛剛小姐姐要問一下 不過你覺得很容易到嗎 對 我姐姐妳主持一下 我覺得我現在覺得可怕 好 那妳要前後小心手 牠這大型魚牠的骨頭 會比較粗一點 比較難處理 這裡嗎 對 就大概這邊 看我們尾部要去掉 對 所以內臟牠們也吃嗎 內臟的話 小型魚我們會去掉 然後大型魚 大型魚就是給牠 對 尾部要去掉 好 再給這個給中型魚 那鯊魚呢 鯊魚也是 我們準備的就是給鯊魚的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餵 這個就是給鯊魚的 這可以給中型魚 可以 那妳丟這邊就好了 然後這是給大型 對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給鯊魚的 怎麼會有點覺得可怕 很血腥 對啊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那妳換個鯊魚 對 我們再切個鯊魚 小捲米粉 這個比較好吃 對 這是鯊骨魚類最喜歡的鯊料 這樣子嗎 對 你們等一下可以觀察看 只要丟下去 他們都會先挑鯊魚吃 真的假的 鯊魚是鯊魚 就他們比較喜歡這個味道 他們喜歡這個味道 對 相較於其他的鯊料來講的話 這樣子這個直接丟嗎 可以 可以 大部分鯊料都準備完了 那是鯊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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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貓 那是鯊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